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活人者手游归来咱们是带来C忍亲 那么以前看我活人者手游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我这个C忍亲玩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对面的话也是三个C忍 第一个的话是旋魔博人 那这个忍者的话呢 起手能力非常强 我退役之前的话这个忍者已经出了 所以说我知道他的技能 开启之后用水龙拳想顶掉他螺旋 可惜没顶掉 但是没关系他也过不来 他两个技能都交出去了 直接咱们白眼跳掉 然后这里利用水弹雨的外轴 直接拿到先手的机会 这里直接平A对面一提升 我回头放个通灵 然后直接通灵抓到 这里的话我不想跟他磨挤 所以说直接交通灵 白眼直接跳掉 然后这里用水弹雨打一波伤害 你看我是急着想把他打死 因为这里的话平A对面是保护了 其实准确来说 这里咱们水龙拳没顶掉 对面的话直接地动 他带的秘询是地动 然后我直接白眼跳掉 你还不交通灵吗 水弹雨抓到了朋友 还不交 总算是交通灵了 这一波我手里只有通灵了 用通灵顶掉他的技能 因为我不想被他先手 我想早快点把他吃掉 这里做通灵王也无所谓 水龙卷打一波 他不敢 他还敢 没关系 这波直接替人替掉 然后等一下 然后他要过来 自己主动过来了 那这一波 我直接不跟他废话 直接大招了 谁等谁龙 水龙掌 我差点说成水龙拳了 忘记了太久时间 现在秘询了 他改了不少 水龙卷 他如果你不放的话 你可以攒一下 你可以一次性放两个 他现在的机制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人 他直接 直接撞我水珍柱上面了 他一替身 我直接白眼 其实我这白眼是比较提前的 他也不敢过来 因为刚才有个分身保护 我自己这边水龙卷 分他走位 然后直接水珍柱 这里的话 他又撞到我水珍柱上面 如果他不撞的话 我也会过去平A他的 这里白眼直接跳掉 这里有个小细节 先回头 骗他替身 这里直接压阔鱼 不跟他磨解 水龙卷有点白给 我水龙卷有点白给 我感觉第一波可能没顶掉 所以说稳妥一点 其实不应该的 好直接水弹鱼 这里的话 他替身其实应该好了 所以说直接替身骗出来 这里的话 他还要反抗 直接水龙卷过去 那你还打什么 水龙卷分你走位 直接水珍柱 然后没打到 直接白眼跳掉 轻这个人者一技能 这个白眼是可以控 他是往后跳 可以控制方向 你可以左后方或者右后方 最后一个是九星的 九星他还有两个通灵 我的话 通灵已经用光了 开局 我直接想白眼起手 对面的话 直接是他水门长 技能长按 他直接 这你还能接吗 这你还能接 凭什么 我已经倒地了 凭什么 直接跳点 然后抓他后摇 大家注意 你替身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抓后摇 这里的话 水龙卷又白给 水龙卷又白给 又失误 但是没关系 现在蜜卷改了 我还有个水龙卷 他这一步只要替身 我回头交水龙卷就好了 要直接在A下白眼挑挑 看你剃不剃 剃不剃 剃不剃 剃了 水龙卷直接交掉 这一波你怎么办 直接剃掉 抓你后摇 抓的就是你 放你技能的一瞬间 就抓你后摇 这一波有 有一个 有两个比较严重的 使我两个水龙卷 这一波为什么摸头呢 就为了证明 他不是人机 等一下你们说 我视频又是人机 看到没有是真人 对吧 喜欢的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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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